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 5 晚上好 我是林德成 馬上來關注今晚的財經重點 國際原油價格跌破每桶30美元 銷石油和國油相關的股票跟著下跌 其他藍籌股也面臨賣壓 馬股大跌是9.88點 B市時報1633.3點 分析人指出 全球面臨石油供應過剩的危機 原本希望俄羅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可以減產石油 不過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油價可能無法擺脫困境 外資金的賣票 賣出1億042萬令吉 本地機構買近9161萬令吉 散戶也買近881萬令吉 接下來有企業不了話單元 首先關注大眾銀行的業績 當時裏正紅標旗下大眾銀行在貸款損失波倍回波 還有淨利息和其他營運收入增加的情況之下 截至去年12月31日為止 第四季的金利增加19.02%至14億9243萬令吉 營業而言跟著增加8.84%至大約49億2905萬令吉 董事部建議派發每股32線的中期股息 緊接著 石油大股東 小海外控股公司 把每股市價4令吉94線和總數51%的股票 以每股1令吉80線的低價 賣給中國很遠實話 如此一來 大股東等於虧了63.56%來賣出股票 這個消息令到投資者紛紛拋售股票 消息由今年開市不到2分鐘 馬上跌停 大跌1令吉48線 跌到3令吉46線 改寫將近13年的新低 今年收市時 消息由收窄跌幅 下滑1令吉26線 爆3令吉68線 最后 海市中共收到9980萬令吉波倍的拖累 截至去年12月31日為止 第四季由银转亏 从前期净赚1648萬令吉 轉為净亏2713萬令吉 美元升值等因素也推動離岸業務的成長 第四季的營業額增加41.86% 至7億2114萬令吉 今晚的拆遣新新聞到此结束 感謝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